早安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2020大选观测战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的时间早晨的7点06分43秒 今天我们要为您来看一看 在2020的总统大选 在过去这几天以来话题相当的多元 最主要我们选定的是 总统候选人所公布的副手 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 在不分区名单里面 有相当多的争议 跟您介绍 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这位贵宾 他是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习的 助理教授陈立福 陈老师 老师您早 志平兄早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谢谢老师 一早来到节目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 其实距离2020总统大选 我们投票日那天不算了 到现在从今天开始算计 大概还有57天的时间 过去这几天以来 2020总统大选的相关话题 大概就是国家所说的副手 还有就是宋楚瑜宣布参选 还有就是不分区的名单 至少不分区的名单 这个话题 大概至少占了版面 至少连续三四天左右了 老师 我想先第一个问题来请教您 亲民党的主席宋楚瑜 他的参选 想必是经过很久的筹算 那他说其实受到这个红海创办人 郭台铭 他宣布不连数 这件事情是有所感的 事实上宋楚瑜的参选 眼前来看 民调数据并不高 他还不到10% 大概8%左右 8点多 那跟蔡英文总统 还有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相比 还有一些差距 那所以他的参选 对于蓝绿阵营的得票率 其实还是算有一点点影响 就是整个得票率来看会有影响 我想先请教老师 宋楚瑜他的参选效应会是什么 应该以后应该也不会有超过 像宋楚瑜先生参选这么多次的 他好像总共参选6次 只有一次 2000年之后就有一次 就是没有参选 然后也是副总统 然后这一次也回复参选 我认为这个影响是不能小觑 为什么不能小觑 因为我甚至认为说 如果这两个月没有再太大的变故 他搞不好会是 虽然他这一次是年纪已经很大了 如果他选完以后 不管他没有当选 他在我们在下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 他都80岁了 对耶 就是说他也是突然破纪录 民选的总统的年纪 那他这个会对蔡英文总统 或是对韩国瑜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认为他的参选 不是说像前几次有几次的参选 其实是得票经过蛮不好的 而且他是有越来越不好的形象 但这一次我认为他会出来选 也是他有看到这个机会 虽然他本来是准备要退休的 昨天的记者会虽然他有讲说 他已经准备好几十年了 其实没有啦 他也承认说 是因为郭台铭宣布不选以后 在登记的前一天 因为郭台铭不选 然后那个柯文哲第二天下午点 以前没去登记成功 所以他就决定要选了嘛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 是因为又出现了一个第三势力的空间 那大家认为说 其实第三势力的空间越来越少 特别是对于亲民党来讲越来越少 宋主义本人 就是亲民党的灵魂嘛 他在2000年跟陈水扁 跟连战一起参选的时候 他得票是全国第二高票 比第一大党的国民党的票还多 所以那个是他最大的声势 那他第二次参选的时候 是搭配连战 但他只是做副手啦 不过那时候亲民党的 还是在国会有席次非常多的 像现在这样 所以实际上国会席次 比现在的时代力还要多很多 所以他影响力非常大 但是后来就是很多人都跳到国民党去了 就是会恢复到国民党的身份 或是说就脱离亲民党了 这就是变成慢慢不在宋楚瑜的旗下了 越来越多 最近一次就是台北 有些人还跳到刚成立的台民党 例如说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 还有林国成 这几个 就是亲民党就是 要不是被国民党吸收又回到 要不然就是跳到 这个新成立的台民党的情况很多 他其实面临一个萎缩化 所以他如果在没有现在的选举的情况下 他去参选 其实他会选得很不好看 他已经没有将了 没有兵了 但是因为郭台铭跟柯文哲 已经确定不会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出现 就出现了一个反对蔡英文 跟反对韩国语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不管你是蓝势 如果你不喜欢韩国语 或不喜欢蔡英文的人 你就没有可以投的对象 那这个可以想象空间变非常大 以至于宋楚瑜认为 他的机会又来了 老师的意思是说 我不喜欢蔡英文 我也不喜欢韩国语 但是事实上 我的投票的政党倾向 其实也有可能是分属蓝绿 只是他们嘴巴里面说 我不是蓝 我不是绿 点点点 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这一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是宋楚瑜从 第一次跟2000年参选那次以来 搞不好是第二次 他从那次以来的第二高票 他可能是会留下人生 最后一战的一个光荣的据点 虽然当选总统的几率 目前看来不是那么大 可是他可以一喜 他的每次每年的参选 越选越少人的现象 可以止跌反弹 而且这反弹可能还蛮大的 因为韩国语 目前虽然代表国民党 可是他被很多所谓的知识栏 经济栏 包括 不管甚至有些人是以前的新党的 或是国民党的 这个比较保守派的 这个名嘴 都出来反对他最近的这些言行 那包括离其党的内部有很多的矛盾 他算是史上 这个正式代表国民党的候选人 可能是跟洪秀柱总统候选人 比起来说最接近 最特定区块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让很多国民党的人不太想投 可是又不想投给绿的 然后民进党这一次是蔡英文总统投 可是蔡英文总统因为从上一次跟这个所谓 所谓森绿的或是说这个独派 有一些这个局语以来 有一些人到现在 包括他们有些人支持旅秀联署来选 还有这个分裂的情况 或是因为上次跟赖兴德选手 有些人还是没有办法归队的情况 他们也想要选择一些人 然后再加上自认为非兰非绿的人 不想就是当初想投郭台铭 跟想投柯文哲 想投柯文哲的一些年轻人 35岁以下的 跟想投郭台铭的一些 纯金记的想象的选民 他们也不可能去投给 这个韩国瑜这样的发大财的 对他们没有说服力的发大财 或是他们觉得蔡英文跟中国的关系 或是说一些基本的意识研 没有办法跟他接触 那么宋楚瑜就变成 有这个样的空间 所以他会被认为 他自己的想象 或是说很多人的想象会认为说 他可以是郭台铭加柯文哲 加非韩国瑜的国民党 加浅绿的 所以想一想好像真的会当选 但是我没有认为会这样 我是说他的想象无穷 所以这个想象无穷 会让他的得票 会比以前几届来说会回升 这个是应该会发生的 因为不会有第四组了 要嘛投废票 要嘛就投宋楚瑜 那宋楚瑜在这个两岸上面 其实他是跟韩国瑜比起来 其实也没有说差很远 其实跟小英是差比较远的 但是他在经济上又跟韩国瑜差很远 就是说跟小英也没有差很远 所以他是经济上接近蔡英文的发展方向 但是他的政治上比较接近韩国瑜的 所以大家如果讨厌韩或讨厌英的程度高过 去分析后面的理性的政见的时候 你就会选择你喜欢的去看 你就会想要投给他 但是到底能不能激出来 大家去投给他 还要看后面韩跟英的冲突 跟选举的步调到什么地步 当他们两个互相攻击到越严重的时候 宋楚瑜就会得分越多 他就会从第三势力变成所谓中道势力 其实第三不一定就是中道 他只是非英非韩 但是如果第三非英跟蓝跟英 英跟这个韩打到很厉害的时候 大家因为不喜欢这样就会觉得说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中道中间力量 不一定是这样 其实不一定是 但是这就在于选民到最后会不会归队 如果不归队就是宋楚瑜的 如果归队就没有宋楚瑜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想象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是会对选情有很大的影响 是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置评呢 为您邀请到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的助理教授陈立福 邀请陈教授在节目中为大家来分析选情 那么当然过去这段时间以来 宋楚瑜的参选会是大家最热门的话题 那么当然他出现的 他决定要参选这个时间 他真的压在这个最后的期限了 那好这个他的我们刚刚也老师您所说的 就是说他不把门票 因为宋楚瑜的亲民党 他握有最后一张的参选的门票 他不把门票给先前的柯文哲 郭台铭 甚至于王金平他都不给 老师你觉得那他图的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亲民党 一直被人家讲成是宋楚瑜的个人党 但事实上他的背景也是很接近这样 他是一个有charisma的一个政治领袖 也许他也不是想要成为个人党 可是要不是对他很期待 也不会想要加入他的党 很少去问亲民党的党纲是什么 我想台湾人没有几个人知道 包括加入人搞不好也不知道 可是大家都知道 支持亲民党就是支持宋楚瑜 应该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他一直被讲说亲民党就是他个人党 所以当宋楚瑜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的选举一直都没有选赢的时候 他的支持者就 特别是支持者里面对政治有所图谋的 这些政治精英们就会开始离散 就开始走人了 最典型的就是孙大谦 现在韩国瑜的发言人 他本来从国民党支持马英九 后来跑去支持宋楚瑜跟宋楚瑜也一阵子 用亲民党的身份选上立委 最后还是回到国民党 最后从国民党里面又跳到 本来是国民党非主流的韩国瑜在高雄市长之前 我想说现在又变成他的发言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 你看他周边有还有我们现在讲说 柯文哲的第一副手这个黄珊珊 他也是亲民党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亲民党是有蛮多人的本来 但是他为什么会越来越少人呢 因为大家认为亲民党是宋楚瑜为主的 宋楚瑜选不赢政治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 因为一直没有选赢就不会有政治资源 越来越少的时候 甚至之前还要跟武党联盟去联合作成党团的时候 上一届的时候 他是少到必须要是最惨的时候 这一次是武党联盟的高级来投靠 之前是他还要跟武党联盟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那些人就会离开了 因为跟着他没有政治前途 那现在宋楚瑜年纪是对他是一个伤害 一直选苏不能累积政治资源是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党会萎缩掉 但是对他来讲 如果他真的就这样萎缩掉了 亲民党也跟着萎缩掉 正好坐实大家说 亲民党就是宋楚瑜的个人党 为他一个人存在的 所以他很希望把过去的光荣跟传统 跟人家对他的批评一并的处理掉 就是说我找到一个继承者 那他本来据说 就是大家他党内的人讲 我上次张索文也讲过 他本来是要交给柯文哲的 柯文哲因为后来自己突然组了台湾民众党 然后又变成跟宋楚瑜是平起平坐 不再是这种义父义子关系的 不是师父徒弟关系的 不是总顾问最高顾问 他本来是所谓的第一顾问 最首席顾问最高顾问 其实就有一点义父了 或是这个重父的关系了 等于是说这个吕不韦跟这个秦始华的关系了 但是他突然说我翅膀硬了 我自己组台平党 那我台平党组我也没有跟你商量 也不是要跟你合并 我也不是要 也没问你的意见 那事实上就是等于已经跟你 第一个就是切断这样的一个 期待关系 对 他不再有继承关系 我不再做你的继承 你要送我可以是正义关系 但是我不是你的继承关系 就是说柯文哲现在跟宋楚瑜 就是变成平等关系以后 宋楚瑜就失去这个空间 因为如果是平等关系 不是师徒关系的时候 我把亲民党的势力交给柯文哲 我就是自动宣布毁灭 那这个党就没了 那如果我是师徒关系 你来做我亲民党党主席 我党整个都送给你都没关系 那表示我找到合适的传人 我的党还会因此壮大 那我宋楚瑜在台湾的政治史上 就会流民就是一个成功的 一个创党的一个例子 他不会因为我没有而消失 我的资源还会因为柯文哲 带来年轻的支持者变得扩大 然后再加上柯文哲才61岁60岁 所以他还会再延续 十年以上的一个政党的生命 我们这十年内再选出一个 下一世代的继承人 也许我们这党会永远延续下去 像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样 会做个几十年 但如果没有传给柯文哲的话 宋楚瑜这几年 很快80岁之后 他应该就完全淡出政坛 亲民党就真的完全没有了 这一次就是说柯文哲 已经确定不要做亲民党的主席 然后他自创别的党了 这个党等于是已经变孤儿了 所以他有一点也是说 已经是最后一战了 真的我不做的话 亲民党跟我一起结束了 所以他有这个压力 第二个是说 他发现有蔡英文跟韩国瑜的空间 因为他们两个队经营中间 经营自己以外的部分 目前比较少 民进党比较少公事 从去年五合一之前 其实公事的政策比较少 大概都是在防守韩国瑜的公事 都是首饰 首饰比较不容易开拓新的中间选民 所以人家才会说 你都是靠芒果干 靠香港反送中 其实那个是外部的或是川普 这个在于说内部的公事比较少 内部公事少 你就不容易扩大内部支持者 你只能说是减少国民党的支持者 来增加你的胜算 韩国瑜的做法虽然很多公事 可是这个公事被认为有点乱打 乱打他现在对于很多政策 他都要重新收回 重新解释 重新再包装 重新再善后 所以他才可以自圆其说 就韩国瑜的政策需要一直不断的 善后善后善后重新解释 然后才能说 你不懂我又没有白纸黑纸 那这个就会造成说 人家对他的不信任 那这个就是产生宋楚瑜 重新重出江湖的一个空间 好 各位听众今天长治平 为您邀请到真理大学 人文与资讯学系的助理教授陈立福 陈老师 请陈教授在节目中跟他分析选情 我们刚刚把宋楚瑜的参选 连带的整个2020大选的态势 我们做了一个全盘的一个观察 老师接下来这个话题 就是不分区的话题 因为这两天这个版面 实在是太热门了 蓝绿两党所推出的不分区名单 坦白讲 这个当然国民党的骂声比较多 那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不分区名单 我看新闻底下这些留言来讲 其实骂的也不少 那老师我想请教你 这个名单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坦白讲不分区名单 应该是要显现这个政党的理想性 还有对这个社会议题的关注性 那眼前来看这份名单 似乎到没有到 其实没有上一届漂亮 我坦白这样子讲 而且就是说 可能大家要讨论说 为什么不是年轻人出来呢 就年轻的年纪这件事情来看 好像两党都没有完全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 目前推出来的蓝绿的不分区名单 其实整体来说 两大党的都是向保守一动 我是觉得是有点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上一届以来的 从太阳花以来 大家提认到说 要把国家交给年轻的世代 然后对年轻人很多的寄望 包括李登辉前总统也常常出来 他都支持很多的年轻的公民团体 然后各政党也拼命提很多年轻的 包括这一次国民党好几个年轻的立委 也都没有被批名了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现在的情势有什么发生的转变 就是说保守化 然后再来就说 大家认为 民进党认为说 席次有可能会减少的时候 不是会开箱辟图的时候 就不愿意多给这个年轻人机会 因为连既有的政治精英 如果都还没有办法确定续任的话 分配不到不分区的或是的时候 我就不可能再做形象牌 把位置先送给政治庶人来做 先要握有实力 有两个原因造成民党减少 公民团体 或是常态性的公民的社运团体 跟年轻人的提名减少了 一个是说年轻人 当然我们不能说年轻人 一定就是要当不分区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迷思 因为年轻人也应该要去受训练 不分区应该是要选说有象征性 或是说他事实上不适合去跑选区 但是他很有政策能力理论 这样的人才进入不分区 因为他是一个进入政治的管道 应该是这样 但是如果完全说政治二代 是家 然后想要做空降的 或是说只是为了笼络年轻人 就找几个象征也不让他去经过历练 其实这样也不是一个对的做法 所以我们不是说一定要非常年轻的 然后新的连孔 这样叫做支持年轻人 叫做党有新意 不是这样 而是说你党的提名 就算你自己的政党世代 你有没有找你们自己政党的年轻的选将 选过的 例如说你的地方县市议员 如果已经选很多 借了才30出头 他做得非常好 你要不要直接来中央 他不是政治素人 他只是比较年轻 那国民党当然前面14名 的平均年纪 如果今天下午没有改变的话 就是加起来将近900岁 850几岁 平均65岁 所以一个政党提名 比上次平均的年龄 要加了10岁20岁以上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世代的倒退 这个只是象征一个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老人 就是说老人觉得放不下权利 第二个不是他们放不下 是我们党没有培养年轻世代 我们无法接班 我们倒不是恶意 我们无法接班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世代了 也只好留给老的 所以不管是答案是前面或是后面 这个都是很悲剧的 一个是我们舍不得给年轻人 我自己想要掌握 我不要接班 我要做到死 那这个是很不好 很不卫生的嘛 就是等于是没有办法 像下一届的下一个世代 有能力接上位的时候 可以领导国家嘛 一定要有一部分混合领导 你才可以代表多元意见以外 他们接位的时候才不会变成素人 带来国家的危险嘛 所以如果是说 因为我们贪恋权利 我们不想给 我觉得这个很悲剧 这不卫生 第二个是说 因为我们不是不给啊 我找不到人 那这个更惨 表示这个政党准备完蛋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人要支持你了 你竟然没有半个年轻人要 中间世代愿意进来你的政党 不管是对你失望 还是说那个根本就没有这种党员了 这个都不是好的事情 那民进党这一次的事情 就是说大家认为说 有一点流向说不分区 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大家就有的这个政治专业者 他们没有 特别是区域选区 没有办法初选 产生纠葛的时候 来这个弥补的一个空间 其实这是蛮不好的 好几位好像就是因为 初选地方有问题 就把他移上来 来调节地方的 他变成一个政治的buffer 那这个不是说不好 这个也是可以用的手段 可是如果你这个 这样的人太多 也不太好 就是说 然后第二个 主要是我们要看那个 所谓的安全名单 因为整个政党可以提34个 那你全部 就算你有一些新义的人 提在最后30几名 也没什么意义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党 可以全部拿走 那等于是提心酸的 就没有意义 只有台名党可以 对 除非你全部本来就不会上 那你提就是有象征 那你现在如果明明就是 大家都在抢说排第几名 那表示是算计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那算计如果太清楚的时候 就远离了理想的性质 那我们知道不分区 还有一点是理想性质 因为政党很难在选区 直接提理想候选人 因为选区是要用票来决定的 你提的太理想 绝对不会当选 但是政党可以把 纯粹的理想放在不分区 说本党就是要推什么东西 本党就是要推同婚 或是本党就是要推环保 本党就是要推反核 本党就是要推动物权什么 那本党就要推反恐物什么 我就把它放 因为它很难在社会上 是得到 因为选区的经营 得到支持的 服务的方式的人 我把它放在不分区 表示本党的意识形态 这个是最好展示的方式 其实要不是展示专业 而不会选的人 就是展示最极端清楚的 代表本党的意识形态 可以用在不分区 不管是代表世代或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看得到 各党 特别是两大党的不分区 比较像是派系 或是政治利益的考量 好 各位听众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多聊 我们也非常谢谢 陈立佛老师 今天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一块来分享 关于2020总统大选的 一些相关选举观察 老师谢谢您 也跟各位听众说拜拜 咱们下周见了 拜拜